欢乐顺其实就是一部传阅剧 看过狼牙宝再来看欢乐顺 你就知道该剧的火爆之处了 熟悉的面孔换了个身份和性格 由古装剧传阅到现代 演绎着都市生活中各个阶层人物性格的变化 倪皇舅主饰演安迪 倪皇舅主传演而来成了高智商而情商低下的安迪 这时刘涛成为了国民媳妇 美国白领海归 职场上干练霸气 超凡的记忆力 生活中高冷 害怕愚人打成一片 跟狼牙马中性格完全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 已久淹姿杀爽 狼牙阁令少阁主 化身为来言至极 尽都饰演的让整个金融界 文风上大的巨头 谭忠明 霸道总裁 不改当年的尊心和热心肠 帮助长叔哥哥 守护着心爱的女人安迪 小编看到现在 一直默默呼喊着安迪和霸道总裁在一起 可是她永远都只是一个男闺蜜啊 木小王爷 饰演姚冰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 一定会有一个帮助她的男人 姚冰就是曲潇潇背后 默默付出的男人 也就是霓王舅主 卖的一连好门 土的一手好潮的弟弟 木小王爷 夏江大人 饰演曲潇潇老爸 小编大家都羡慕 曲潇潇有个疼爱有加的爸爸 但是不觉得脸熟吗 曲腹就是 坏事作者的玄境式的夏江大人嘛 头一张脸 诠释着不同夫妻的角色 炎玉金饰演曲连结 在拉牙堡中 炎玉金为人风水好乐 洒脱父亲 是草叔哥哥的小跟班 但是在欢乐社中饰演的曲连结 就是一幅玩事不公的公子哥形象 随时独立经营公式 却屡屡失败 靖王殿下饰演赵一生 看到这里 小编不由地感叹到 曲潇潇才是欢乐社的大赢家 亲爹是夏江大人 情歌是炎玉金 男闺蜜是木小王爷 男朋友还是靖王殿下 谁信的曲妖精 简直是情商爆表 三两下就跟靖王殿下饰演的 赵琪萍亲上了 穿着白大褂的王凯奥巴 遇到魅力十足的小曲 瞬间变得不矜持了 黎刚饰演林诗勋 欢乐社里喜欢关关的林诗勋 是不是也有种死神相失的感觉啊 虽是没有胡子了 但依旧是大家心目中 忠心耿耿的黎刚 林诗勋面对关关时 还是有种打哥哥对小妹妹的感觉 依旧具有强烈的阳刚之气 男储念念旧主饰演关关 大家都在一路 乖乖取掉了眼镜 肯定也是个大美女 其实你们早已一睹她的芳容了 难道你们已经忘了 牢羊宝里来任哥哥的男储念念旧主吗 一直从牢羊宝演到了黄勒顺 只有看了这部电视剧 小编才知道 我们都已经独入膏肓了 如果喜欢就赶紧订阅我们吧 上描二维码或搜索呵呵娱乐圈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呵呵娱乐